上海市疫情得到控制 5月底逐漸展开 复工复产、超市、变联商店和药局 将回于6月1日起,恢复线下营业 上海市低风险的防疫区已经越来越多 防疫区市民可以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日前一段上海洋袍区安復路的影片引起热疑 片段里面有很多外国青年聚集 跳舞慶祝,气氛看起来十分轻松欢乐 片里面很多青年都未戴上口罩群聚 有莫民认为是终于赢来解封的慶祝 可以休息了,但亦有莫民批评 疫情还未结束,不应该掉以轻心